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欢迎收看阿车的狗头解说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非常搞笑的比赛 Rugged娱乐赛 他们是做了一个全明星挑战赛 然后有这样一个规则 3v3的模式 然后选三个问号 然后你们三个人分别来排兵附阵 什么优等码略等码 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现在这个略等码已经选完人了 第一个是豪鬼 豪鬼这边应该是要让这个谁去用 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双方准备完毕 A队B队的人 我到时候再直接看了再说 我也不记得到底有谁的 好了 第一场A队的是板桥 然后B队的是Nemo 板桥打Nemo 板桥拿豪鬼 Nemo拿内卡利 讲道理板桥真的可以发波吗 板桥这辈子都没有发过波 你知道吗 板桥这辈子都在爱的抱抱抱抱人 那他用豪鬼是不是要冲上去抓 那豪鬼是有指定头的 可以用这个白鬼席飞过去抓头 对吧 但是这个有点难 好了 现在上来Nemo 直接就把板桥关进去了 板桥那边一跳就出来了 想想这帮职业选手 以前你要从板边这样跳出来 他们可以把你关的死死的 你动人比较多 板桥直接凹升龙 这种时候 犹豫不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凹一发 对吧 你会发现这些职业选手啊 当他们用起自己不熟悉的角色的时候 就跟新手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来了 Nemo也不想 也不多想 把V直接开出来 我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开 先开再说吧 没想到这些职业选手 对自己的对手的角色 竟然是一点都不了解 升龙 哎呦板桥 板桥有点 板桥的好鬼像跳蚤了 怎么办嘛 看到板桥这样子很无奈 又是升龙可以的 就升龙拼一场 头 冲过去被切 头弯以后前冲过去 板桥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肯定要被抢的呀 他们不光是换了角色 换了角色以后 感觉整个智力都开始变低了 上来一个跳中拳切下来 下中拳推个波 中拳再一次命中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板桥已经被踢成智爪了 踢了五发中拳 可以这样子踢的了 这边发一个空波过去 不知道该干嘛 EX升龙 看这帮 顶尖高手用一些自己 不擅长的角色的时候 比我还猜 真的猜 这板桥出了升龙 已经不知道该干嘛了 两边 这游戏 就是大家玩不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当你不知道怎么玩的时候 升龙是你最大的武器 好了呀 这个中拳踢空了 再一个中拳 把V开 一个头 板桥现在手上是有VT的 能不能推个波 把V开出来 不要啪 推 推 死了 板桥不知道该干嘛 完全不知道该干嘛 讲道理我也是 如果我没有练过豪鬼 我拿到这个豪鬼手上 然后我要用 真 也就是这副德行的 多半就是这副德行 上来Nemo赢了 然后第二场是 Fujimura对Tokido 然后第三场是 没人对一个外援 这个外援感觉像是临时攻 因为之前这个比赛应该是Moke来的 Moke没来 就顶了一个临时攻上去 我们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这个也是两个实力比肩的选手 两个就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Nemo跟板桥算是差不多一档的 然后这个东大跟这个弗吉木朗 对吧 也是一档 Nemo跟板桥应该不算一档 应该算是有仇啊 当然这个球是做出来的 两个人实际上观赛的很好的 毕竟一起去买这个生活用品 你们懂的 好了第二场的话是 东大对Fujimura 那角色的话 我记得Fujimura这边应该是城管将军 然后东大这边应该是拿了一个柯林 讲道理 东大玩了这么久 只玩过龙和豪鬼 然后Fujimura换了角色还换过几个 不知道他会完成什么样子 讲道理就是如果说你 真没有玩过一个角色的话 你拿到手你还 真有点蠢蠢的看上去 看上Fujimura对东大 两个挺肩高手 就现在就被他们弄得各种出球 看上去一副很牛逼的样子 实际上都打不来的 Fujimura根本不知道怎么进攻 现在拿着一个将军 莫名其妙飞一下 东大这边起跳 东大我感觉刚才还在试招 看看每个摇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正摇角跟反摇角各摇了一次 看一下出了什么招 这个中拳打中以后也不确认 中招接拨可以的 直接开V了 带着VT1 东大也知道自己VT2没练过 不知道怎么用 直接带个VT1踩一脚也好 这个对局的话 如果新手方面来讲 大家都不会玩的情况下 用城管这边肯定有巨大优势 城管新人杀手 这个对空 好了 东大这边终于是找到一个机会 投到一下 好了 中拳打坑了 聊下来 哈哈 连招都不会 连过去怎么夹头也不知道 讲道理我也不知道 哎呦 中伤 看到东大这样子真可怜 连招都打不来 好的 跟上头了 这就比我群里面那些水友还要猜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就是说一个高手 他玩一个不太擅长的角色会猜到这种样子 有点难以想象的这种猜 哎 这点二把踩头 下中角再跟一个波 过去重拳撩下来 投 哎 智慧来了 东大赢了两个人居然拖的拖的一只拖到最后一秒 Tokido 这边还有机会 啊 死了 东大的这个柯林 有点惨 有点惨 当你看了这群世界最顶尖的人玩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他们刚刚上手角色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水平 一直练上去的 知道吧 等你 等你玩着玩着 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巧 他们在不会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并不是就是说顶尖高手天生就是高手 你看他们这帮人的样子 对吧 连我都可以弄死他们 直接跳出来 千千以后头一把 哎 还千千 东他在干嘛 他们故意的吗 卖萌吗 换说我的话就算这个打不来 我也常识应该有呀 都想上去拼一场 这边还有板边厚厚 EX剪刀脚 跳中脚下来 直接点一下就跑 就是就是打一枪就跑 打一枪换个地方 反正连招什么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用的 绝对不可能用连招的 中拳 垂上去看一下这次东大能不能连得上 连上了 终于 终于知道怎么连了 哎 投了 马上晕了 感觉就像慢动作 居然还打中一个中断 连招失误啦 这却反而言不对呀 笑死我了 哎呦喂 丢脸 一些霸人真的是 换我上次我也觉得很丢脸 同他贵了 不对 那个弗吉姆拉贵了 两个人像打太极一样 打着打着一个人就莫名其妙没血了 反正也不弄疼对手 好了 邪中拳拍到一下 终于跟上连招了 有点好 跳后跳中脚防空 讲到底他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 就是凭着直觉在那边一下一下摁 好的 一个对空 冲过去投 没有投中 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进攻 就过去投了再说吧 投中了就当摸脚 摸彩票摸中了 对吧 投不中那就从头再来过 反正其他的进攻打上去也打不疼别人 怎么办吧 好了 投中了 弗吉姆拉过去 现在比方马上要变成1比1了呀 现在弗吉姆拉马上就要带走TOKEDO TOKEDO这边要OCA了吗 不要拍他 不要拍他 哎呦呦呦呦 通他居然不 熬了 熬了 跑出了 哈哈哈哈 通他这边不知道该干嘛 就 就等着你前前的过程 过来确认你一发CA 结果确认 还没确认出来被人打死了 好了 弗吉姆拉引人的比分量 对A对B对1比1 1比1 最后梅元大悟对临时攻 娘喜 娘喜 梅元大悟上来手指一指 往前快进一点 因为就要先要讲很多东西 还要进广告的 进快进过头了 好了那这场梅元大悟对这个叫娘喜吧 娘喜不知道他是玩什么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玩还是个问题 看看梅元这边用一吹 来了 头 看来会玩的 不是很猜 梅元这边看到对手一个重鸟踢在脸上也不缺乏 对吧 轻攻击 直接出去打一套TC也可以 讲道理 我看了这么多也看会了 为什么他们玩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哎呦 哎呦 哈哈哈 打太直 过去捶一下看一看 捶一下看一看 也不知道自己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弹被防 VS拉一下 再拉 哈哈 没人 防住以后就轻点点开 跳一个逆向 疯狂点下的 最后下重拳对空 哎呦 今天要你们见识一下 哎 其实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 就这个游戏大家开始玩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而且而且不像拳皇对吧 你只要会玩了一个角色以后 其他角色你都玩的很顺手的 这游戏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的 你会玩一个没有用 不代表你会玩其他的 其他的你要重新开始练 完全就当新手一样打 除非这个角色特别的简单 不过讲道理艾德这个角色应该已经蛮简单 中角中拳再一个中角进去了 有疯狂的疯 哎呦 打得有点好 看起来有点会玩的 这些当中都是别人插不出招的 很危险的 没有那边防守也不错 下中角把V丢出来 打一个中段 飞镖回来 然后直接投 这打得有点像街霸2 街霸2就是这样子的 等你快回复过来投你一下 哎呦呦呦 这边还想做一下虚晃 结果飞镖根本就没有炸到对手 这边娘是 为什么不用连招直接拉死对手 过去直接垂个两拳都赢了 好了最后一个中拳打中了 看着没人这边要翻车了 随后是谁会赢 这个比赛我根本无法预测 看没人用一锤 是一种视觉上的污染 中角下中角 YES拉中了 后退一步 哎呦呦呦可以啊可以啊 没有有点有点搞明白节奏了 有点知道怎么玩了 疯狂跳 中拳好的 果然梅老板的这个节奏掌握得很好 虽然这个角色不会有 但是只要知道一些基础的东西 他就可以运用在实战当中 运用的非常的巧妙 下中角把V丢过去 前中角 等飞表飞回来 再对手脸上晃个半天 娘是这边也是不动 下中角把V丢 哎连招不会 连招根本不会 这辈子都不可能连招的 青圈中角 啊这是什么 防住了 这个雷达 死了 没人赢了 好了那今天这个3v3啊 就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看点 就是 这些职业选手 玩一个自己不会玩的角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他们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都很惨真的很惨 好了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